中国18岁小伙征战K1击败日本400斤国宝级全手 可谓出生牛犊不怕 这场经典的一小打大给很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2004年K1这批亚洲预选赛在韩国打响 圣华俱乐部创始人邹国俊带着张庆军出战 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出战K1 张庆军是中国散打名将 早期的时候获得过省冠军 后来参加了很多商业赛事 获得过WBC泰拳金腰带 中外对抗赛冠军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此时的张庆军只有18岁 就练习了三年三打 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拳手 但不管在比赛经验还是实力上都有一些欠缺 张庆军的对手楚太郎可以说大有来头 他是第64代横钢 而且是守卫获得横钢的外国人 2001年他从香扑界退役软型去打K1这批 当时对于鼠太郎的炒作几乎快要炸裂了 他和萨普在K1的跨年大战 收视率甚至超过了红白歌会 但是因为体型巨大 移动缓慢 作为连输两场 但是K1花了数百万美金签约 如果再这样输下去 恐怕商业价值将一落千丈 所以K1专门找了张庆军这个软柿子 来给鼠太郎捏 鼠太郎身高达到了两米 体重有400多斤 在所有K1参赛拳手中几乎是最重的 而张庆军身高只有185公分 体重180斤 还不到鼠太郎的一半 巨大的体型差距 让张庆军无法采取正常的进攻手段 开场后 张庆军直接一个大摆拳轮上去 但近身后 发现力量差距太大 马上又撤了回来 紧接着就是不断游走 寻找机会输出重拳 鼠太郎的体型太大 每次都是拳动没到 肚子先顶到张庆军 所以看起来非常滑稽 接近战略発赛 很厉害的 中国的数量的19度 但是 立马上加上 打击的技术もある 三大队的担当队 这样子 张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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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在列台上逃跑 也不能被他打中 到了第二回合 两个人依然采取同样的策略 张庆军 不断迂回游走 寻找机会 突出远距离的重拳重退 虎太郎 则占据列台的中央 不断向对手逼近 在近距离 打球伤害 他也一度将张庆军 逼到省角 但张庆军 不然又逃脱出来 高速通りの形のパンチを打ち 打破 突出道 厚さはカティに分け 独りのボディーブロー 断値になるでしょうね 一旦 出口 出口 対面 进入最后一回合 楚太郎逼得更紧 看连续几次西撞 也命中张成军 张将军以连续的重拳 砸向对手头部 两个人互相挑衅 谁也不服气 结果三回合战霸 双方打成了平局 在加赛中 张成军的拳头 就像大铁锤一样 扔在对球脸上 即使在近距离的时候 张成军也丝毫不吝啬 自己的拳头 最终 听起来更多的有效打击 张成军一致判定击败对手 可惜是因为小腿骨折 张成军无缘参加后续的比赛 不过在开完亮相后 张成军越来越成熟 在后来拿到了拳运会的冠军 并且成为了福建散打队的教练 对于散打拳手征战海外 张成军给出建议 应该利用散打速度和移动的优势 加强组合拳和吸法 但遗憾的是 中国三达已经失去了参加外战的勇气